球長也 這邊哪是做了這個 我講的是三條一條一條 三條一條一條最右邊一條一條一條 好像我們在三個坑 哇,這個有效 恩分請問一下,它帶在哪個地方 從上面下來 剛好斜下來 有一點弧度剛好有那個石頭 石頭的後面 它是在石頭後面 對,就在那個邊線那邊 給你看,這邊看就看得到 唉唷,好酷喔 等一下,我確定一下位置 好 喔,那三顆旁邊站在那裡 OK喔 對 斜角下來 三顆石頭的左邊 邊緣那裡 對,它剛好在那裡線 這裡 可以 喔,飛到哪邊去 垂包 欸,它一般會有幾隻啊? 不一定 兩隻 兩隻 哇,現在才跑出來啊 還是現在才飛而已 它之前站很久了嗎? 再一個多小時 喔,有看到就好 有看到就好 有看到就好 我以前,我住八樓子啊 以前有看過它在海邊飛 但是,不曉得它住這裡 喔喔喔喔 對啊 它家你不知道? 不曉得啊 好幾年前在我家窗戶看到U整 要拍的時候 衝下去 沒了 喔 那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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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啦 蛤? 沿路 沿路喔? 沿路 哇,我這個太空了 放棄 這個三點,白色的 就在那附近 上方那裡 那麼高 對 它有時候飛到邊邊去 它不會直接 直接飛到它的草裡面 它有時候要處理它的獵物 它有時候 我們龍洞那邊也有草 龍洞那邊喔 它正好一個山谷的邊坡 那那個 你如果 看它有時候就看到那個山谷下面 漂上來一堆羽毛 對照那個 對,它在下面處理它的獵物 三個白色 有兩個大白色 它處理再進去 它的上方 它的上方 兩個那個 就是石頭上面有一些大白色 有有有 的上方 因為可能要等到它的雛鳥出來 會探頭 然後會比較明顯看到 那現在它那個草折著 然後牧鳥再孵蛋 對我們看不到 剛才來呢 有準是停在這裡 這三顆石頭有沒有 左邊這 中間這裡 然後呢 它的巢穴呢 是在 這兩個斜坡過來 白色的 上面這裡 但是不曉得確定地 這邊有了洞 就是照片很像的 但是 他們大概在這的地方吧 所以 照片裡面也有 看他們照片裡面也有那個洞的位置 所以應該在這附近 收工 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每天晚上六點 都會出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按蛋清醒 哦